第二个问题 您面试过那么多学生 见过最奇葩的学生是什么样的 就是有一个学生 穿着那个蒙古袍 然后拎着那个袍子就来了 老师说 又说你怎么回事 我的马还在小月河那拴着 他进来演小品了 你怎么会有马呢 我是从内蒙骑马来的 因为不让我进城 我那个马就拴在那棵树上 老师我能先去喂马吗 就碰到一个对城 进来以后 他先来了一个现场小品 他真的是骑马来的 不是小品 对 真的是骑马来的 后来 他出去的时候 我相信的马背上 肯定贴满了罚单 那个时候还来 警察说不许停车 什么年代大概 大概有大概在八几年吧 这是比较奇葩的